接着我们要上东西叫做原子说 这里是重点 包括所谓的会讨学测都是爱讨的重点 原子说 科学家道尊根据我们前面教过的定理跟定律跟背语定律 提出了原子说 原子说道尊说说什么 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一个微小不可分割的小粒子所组成 这个微小的粒子它称之为所谓的原子 称之为所谓的原子 所有物质都是由微小不可再分割的小粒子所构成 这个小粒子称为原子 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质量相同的大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大小 这就它的重点 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但是其种类跟数目没有改变 就是你那个积木重新组合重新排变个新东西 但是呢原来有几个都没有变 原来有三个三角形两个圆形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这是重点 化学变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像J.D.Thompson发现原子中有所谓的电子 所以表示那个不可分割是错的 它可以再继续分解 然后后来还有别人发现 直指还发现中指一些东西 那么 所以拉赛福就根据阿法的历史的三个实验 然后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行星模型 行星模型用现代科学讲法是不太正确的 不过普通生拿来用就好了 拿来用 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中间有一个原子核 中间有一个原子核 然后旁边有一些环绕 就好像行星到太阳一样环绕的 所以中间有一个很小很重的原子核 外面有一些电子在环绕 好像行星到太阳一样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行星模型 行星模型 要记得的话 还有 我们的原子核是由所谓的直指跟中指所构成 直指跟中指的质量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国中就当作它是一样重 当作它一样重 而重点是要记住直指是带正电 而中指不带电 直指带正电 中指不带电 这叫做原子核 它很小 它占的体积非常小 但是它非常重 非常重 非常重 原子核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部都在原子核里面 原子核里面 因为电子的质量只有直指让的1800多分之一而已 所以等于是不存在 等于没有一样 所以 刚刚跟你讲说原子的质量几乎就是原子核的质量 外面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它太小不用理它 但是活动的范围差很大 话说差很大 大概是几万倍十万倍的大 有个比喻叫做操场足球场 中间放一个铜板 这个铜板就是原子核 然后操场就是电子可以跑的范围 可以上这样的比喻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把电子活动的范围当做是原子的大小 所以电子非常轻 轻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活动范围很大 重点电子带负电 电子带负电 里面有一个原子核 原子核里面直子带正电 中子不带电 外面跑来跑去有电子 电子带负电 这个是重点 未来有很多地方都要用到这个观念 你要给我记好 直子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中子不带电 中子不带电 我们基本上一般而言我们的电子是所谓的电中性 电中性就是外表上圆圆的看 它是不带电的 叫做电中性 叫做电中性 那是因为你的直子数跟电子数一样多 因为一个直子带一个正电 一个电子带一个负电 那么如果你直子跟电子一样多 那个正负电就一样多 加息就是不带电 这称之为所谓的电中性 也就是正常情况下 原子里面直子数是等于电子数 所以基本上不带电 但是外面跑来跑去很轻很小的电子很容易跑掉 或者是得到公元 所以我们会得失电子 那得失电子的时候得电子就多了负电 那就会带负电 失电就少了负电就会带正电 所以得电子的会带负电 失电子的会带正电 这件事情我们下学期会再继续用到 下学期在交电解值的时候继续用到 要知道得电子的带负电 失电子的会带正电 失去电子 失去电子之后我们就称之为 失去电子之后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离子 就是我们下学期会跟你提的 下学期会跟你提的离子 然后呢 失去电子带正电我们就称之为正离子 得到电子带负电我们就称之为负离子 另外我说叫做阴离子或者是阳离子 我讲阴离子跟阳离子比较有学问 现在都变得比较没学问 那只可以讲正离子跟负离子 因为怕你们听不懂 怕你们听不懂 什么听不懂什么叫阴阳 所以就直接叫做正负 叫做正负 比如说钠是NA正 所以NA正叫做钠离子 CA2就叫做所谓的钙离子 叫钙离子 叫钙离子 绿CL负叫绿离子 要养二二负 二负叫做所谓的养离子 所以这样东西 所以重要的观念 重要观念 直指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正常的原子 直指数等于电子数 正电等于负电 叫做电中性 但是我们在过程中容易得失电子 得电子的会带负电 失电子的会带正电 带正电的我们称为正离子 带负电的我们称为负离子 这个想法在未来 我们还会一直用 一直用 所以请你要给我记住 这叫做 以上所说的就叫做所谓的行星模型 OK 通时 离子的性质 离子的性质 离子跟原子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未来会再强调的重点 那我们跟你讲过了 会跟水剧烈作用 可是那离子不会跟水剧烈作用 这告诉你离子的性质跟原子的性质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就是行星模型的基本概念 到这边结束 OK 接着一部影片 这我们教过了 有原子核有电子 然后原子核里面有直子跟中子 这个是重点要记住 同位素我们后面会交 还有一个叫同种素我们国中不交 也就是说 相同元素的质量可能会不一样 不同元素的质量可能会差不多 不过这个同种素我都不提 你知道后面会交怎么叫同位素 这个国中不提 国中交的原子核没有这句话 没有讲这句话 这其实就是定比跟背比定律的意思 但是我们没有用这句话来讲 什么意思呢 可能就是我今天一个A跟B反应的时候 它会属成A1跟B6 A1跟B6 二分之后的多分 我分割的意思 所以它反应的程度会成功的解答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现在从中的第二个 它虽然发生30分析时 做原子的排列分析改变 全体本身不会消失分裂 我讲过这是个重点 要记住 化学变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束缚没有发生改变 这是个重点 我们要到国三才会提核反应 国三才会提核反应 国三才会提核反应 对 对 对 詞曲 李宗盛 這部分是對的,但是到地下,我們根本只要這個叫做核反應,它不在屬於我們會反應這個反應,它反應會牽涉到原子書的改變 好,那我們原子書轉換的,那裡面還有其他不同的,那種原子家的規格,做的禮物,還有我們主動手的影響,不在手上 好,那就是所謂的要請你了解原子書的意義,國中交易就是第一個,道爾村說的原子書是原子不能夠再被分割 第二個呢,就是相同原子有相同質量,不同原子有不同質量,第三個重點,發生化學變化的時候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其種類覆募沒有發生改變,這就是原子書,OK,好